我出生在一个传统的潮州人家庭排向第八 去最小的那个 从小到大我读书成绩都非常好 经常被人赞 可惜在我爸爸眼中我一点都没有 还常被他骂被他打 升纵六我终于脱离男校的生涯 去到一家男女校读书 一心追女孩子的我面对一次一次的失败 哎 真爱究竟在哪里找得到 我读的是基督教学校 有圣经科还有团体 我好不明白基督徒同学 为何经常入到这么开心 我开始比较不同的宗教 希望找到谁才是真神 我好担心有一天我死了之后 不知会在哪里 就在我最迷茫的时候 我参加了学校举办的下令营 我好认真和耶稣祈祷 求祂赐给我真正的开心 第二天还起床 我发觉耶稣经住在我心里 我已经有真正的喜乐了 我发现了 那那我忘了